小彭老師你說 有些人的前世是因為夢來展現 對 就是有一個同學在做保險 他就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保受 我不要 他說那我跟你講一個 我最近發生的事情 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有時候晚上睡覺的時候 對 他都已經有一年到兩年 就是腳都會抽筋 然後都會 醒來的時候 都是在五點十五分 都是在那個時刻 然後我說你後來是 裡面是怎麼樣 他說他夢境很清楚 他就有醫師夢到說 他還是穿軍服 然後就是很像他在做情報 有在打那個螺絲密碼是什麼 然後有在聽東西 那個不叫螺絲 螺絲密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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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發音不清楚 對 然後那時候他說 他都在監聽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都跟中國的人 還有跟那個就是歐美的人 然後在交換情報 是 然後他說他起來的時候 他就把他 那個因為有文字嘛 是區域都有一些寫一些地名什麼 他就用很難拼的那種 他慢慢地回響 他就 因為現在不是有網路嗎 他就去掃 就得到這個文字是在原來現在的北韓 然後是 後來他知道說自己是北韓人 是 然後那時候他是在那個軍中裡面 然後是在做情報的頭 是 然後他自己也槍絕了一些人 然後後來有一天他的夢境就進入到 就是高潮 因為這個會 他本來每天夢一樣的 隨著時間的演變 他就會越夢越多 這難的嗎 這是難的 是 然後他就夢到後來就是他自己被槍絕 然後他被槍絕之後就瞬間 然後就夢到說他自己咻 就飛到了一個天空 然後就進入到一道光 然後就演著那道光走 就看那個天 很像天國的樣子 然後就看那一口井 然後就把手放在那個井 然後照 想照自己 他就發現一幕一幕一幕 他的壘事 對 然後他就耳邊聽到 有一個像天使一樣的人 就過來跟他講說 這是你壘事的變化 然後他就問他說 你這一世裡面 你有沒有什麼 對 就是你想要去消除的 他說他很恨 然後他說他不希望再 他想要把這個恨 就是恨意 就是化解 然後他說好 那你就到旁邊的郭渡去 就是等 等你就是這一世有沒有 跟你有因果的人都走了 那麼就一起再來轉 所以說我覺得聽他講完 我就忽然間回想到說 他很像在我讀書的時候 他都常常恨別人 討厭這個人 討厭這個人 是 搞不好我現在講他的事情 那搞不好也恨我 對 就是他都恨東恨西 他就是這輩子 就是要來消掉這一些 然後他就問我說 他要怎麼解決 因為他老婆在旁邊睡 他每天都會 就是都會喃喃自語 然後或者是磨牙 半夜的時候 我說你有三個方式 磨牙很多人會 是 然後他是他說 他都講一些很奇怪的話 或者是那種突然之間會驚嚇 如果是北韓就 類似這樣 對啊 這好特別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會講胎記 說他是上輩子死掉以後 受傷的記號 曉飛老師這是真的嗎 對 就是我也覺得很特別 我一個女客人 然後他來 他就說 他懷疑他哥哥一直不斷在轉世 我說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他有個哥哥 然後他從小就是都很叛逆 然後還加入幫派 後來還在臺灣放下那種魯勒 勒索 後來被黑道開槍打死 這個女客人跟我講說 他哥哥這邊眼睛這邊 整個他有一個胎記 是 就是一片這樣子 然後走了之後 因為他還有欠黑道的債 所以他們 他跟他媽媽一起債還 那很不幸的是說 我這個女客人 他就懷孕 懷孕之後 他大概八個月 那個小孩子就胎死腹中 然後因為胎死腹中就是沒有胎動 就是要用銀鏟 把他就是拉出來 拖出來之後 他就發現說這個小孩子 因為他看得到 還有胎記 一模一樣跟他哥哥一模一樣 他那個時候 真的喔 是 然後他媽媽就很生氣 然後說為什麼 因為還要找法師 還要把他處理掉 處理掉之後 他就休息了一兩年 然後他又再生 再生之後 這一次成功生出來 又有胎記 然後很奇怪喔 然後幾個月之後就不知道 什麼原因 莫名原因 就突然間就走了 就是沒有呼吸 後來他媽媽到處跟他求神問譜 就是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希望他不要再來 因為他 這個小孩子帶給他們很大的創傷 然後他們也來找我 我就跟他說 就是不要想太多 說不定他就是這一次來 是好的 是 然後我就我幫他問那個醫學專家 他們是說有的時候是 有時候是遺傳 就像譬如說像我 我的手是斷腸 我的兒子的 有一個 其中一個兒子的時候 也斷腸 對 對 他是有時候會 會有基因 他休息了一下之後 他又懷孕了 這一次生出來 又有兒子 然後又有胎記 然後他就覺得說 跟他就是英文不散 但是 真的 但是很奇怪的是 沒有走 他就是有把他帶大 然後他在 就是小孩子不是都在辦抓捉嗎 然後在抓捉的時候 不是都放很多東西嗎 對 其中有一個是小孩子摸到槍 然後旁邊的人就跟他說 好恐怖 不要想太多 這不是說他要做 把槍放到抓捉 沒有 會有那個槍 會有那個什麼 那什麼 診診器 一大堆很多東西 對 然後 不是這個 槍是警察的意思 警察的意思 對 他們就跟他講說 你小孩子是做警察 然後是軍警 對 是 後來反正這個 我的女朋友就沒有再來找我了 對 然後就是過了好幾年之後 他帶這個小朋友來 然後那個胎季還是有 他就跟我講說 這小孩子很奇怪 很乖 然後考試都很好 很孝順 我就說 他說不定就是這一次 要來還你 轉換為警察 對 報恩的啦 以前是對你們這樣 他真的不好意思 他現在回來 回饋給你 這個 我會叫我媽媽 如果有人有胎季 他都說什麼 成母做記憶 對 為什麼成母要做記憶 就是很像聽說 我是聽說 你肚子裡 你懷孕的時候 其實他 他算是個Baby 可是他已經有靈魂 他要傳母會去跟他玩 然後跟他玩的時候 就可能有時候他不乖 會打他屁屁這樣子 或什麼之類的 對 好 OK 然後呢 小孟老師這邊 說可以從身上的字 來看出上輩子到底是什麼職業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的胎季送的記憶 你有沒有刺 我有鼻子 鼻子 是 待會會有講到 那個Baby呢 我的刺應該是在耳朵 是 這等一下可以來解開 對 林呢 我臉有點手比較多吧 手比較多 翠芬呢 有 嘴巴 不明顯 對 不明顯 還有一顆是在耳朵 一個耳朵 一個嘴巴 一個耳朵 一個嘴巴 是 那我們先來說 刺在眼睛的啦 就是像眉毛邊的這種 對 就是前世就是商人 或是警察 為什麼 因為他看人 看得很清楚 因為眼睛嘛 就是在看東西 然後刺在嘴巴的 尤其是在旁邊 像崔芬姐這個有沒有 對 就是前世就是用嘴巴 講話的工作 那這輩子也是啊 然後如果說是刺在手的 就是如果手很多字就是 文書 是 是 比較偏文書 新證 或者是說像金融行業 財經的 金融行業 是是是 或者是命理 命理他也算 因為我們要算東西啊 要幫人家排盤 然後刺在眉毛的上方 對 要上方 就是貴婦 公子 因為眉毛有代表是一種田宅公 還有就是刺在兒頭 就是代表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宗教領袖 要是領袖 因為是第三眼 然後再來就是治在腳底 或在腋下 就是比較偏向說農耕的 這比較辛苦的 比較辛苦的 對 老冠的 還有治在胸口 就是代表是醫療 像法務 瞭解人的 心理方面的 治在手掌的 對 手掌就是開車 開車的 擦飲 還有殺身的 就是用手的 還有治在屁股 或者是骨勾的 就是比較偏拉車的 或者是傳統產業 因為他要坐 就他坐著 一直在紡織 一直在做工 如果是治在生殖器官 有人是在那個地方 其實是比較偏八大行業 翔鳳老師不就你嗎 就是 就是 對 你上輩子不是八大行業嗎 就是在那個器官的某個部位 對 然後如果說治在背部 有沒有說是比較躺平組 或者是說都沒有在做什麼 就每天都在那裡倒 治在鼻子的 就是聞香氣的 就是在聞人家 或者是說像那治鄉 不是 以前有在做那個香氣 香水 對 如果說治 化妝品 化妝品的 也是聞那個操票位吧 是呀 鼠操票 像鄭大哥不是臉部在這邊 臉上有治的前世都是靠臉吃飯的 其實也是 你這樣轉嗎 靠臉吃飯的 是 像女孩子如果說臉上有治都是 就是像有些模特兒 楊丞琳 楊丞琳蠻紅的 他就是有一顆字 是 楊丞琳如果把那個字拿掉 其實就有一點點沒有特色 對不對 其實我這是黏上去的 你有沒有玩完了 好 可以嗎 表演一下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好玩